挖掘新聞內幕 我是鄭鴻怡 歡迎收看今天的新聞 我們今天邀請到的來賓 那麼第一位是媒體人林玉峰 大家好 好 另外邀請到的是眼科醫師 黃宥嘉 黃醫師 鄭大哥好 大家好 好 以及媒體人李文婉 鄭大哥好 大家好 好 還有這個智商心理師 林崔芬老師 鄭大哥好 大家好 還有律師雷秋律師 鄭大哥好 各位觀眾朋友 大家好 歡迎五位 我們今天主題是背後的真相 好 那麼這個江坤俊醫師 他有點可惜了 就是說他捲入了所謂的 這個性騷擾的新聞 那麼另外就是 還有跟護理師的新聞 那他其實本來有很多的代言 也組織了節目 然後在大醫院當副院長 這個江醫師其實他來上過我們節目 老實講我覺得他的口才真的很不錯 理論很清晰 人其實長得蠻帥的 只是說他爆紅得很快 他是怎麼起來的 其實江醫師應該這樣講 就是說有時候一個人要起來的時候 要天時地利人和 那當時其實在幾年前的一個 應該說媒體生態 包括這個節目生態裡面 不知道從什麼時候開始 非常流行 所謂的職人的文化 職人文化 像我們以前 你就知道說我們二十幾年前很流行 記者 所以我今天可以坐在這邊 就是說記者 那個評論員 來講新聞 有嗎 可是後來幾年之後 變成說突然間 醫生開始上節目了 律師開始上節目了 各行各業的職人 就是說你是在這個 Few裡面是個專家 你就可以上節目 諮商心理師 對 沒錯 對不起 還有氣功納失 真的 你也是 所以其實老實說 就是說這個是一個蜂巢 這樣推起來 那你如果在這個蜂巢裡面 你的這個整個 你的紅頭漂亮 還是說你非常的有人緣 口條好 加上又幽默 我想這個機會就是一定不會辣掉你 那江醫師就是當時老實講 他有胖胖 胖胖 肉肉 然後呢 但是笑臉 在講醫學的過程當中 還會帶一點 比方說開玩笑 幽默等等 因為太多了 所以無法舉例 反正就是他就很幽默 所以那時候呢 其實他雖然只是從一個 比方在這個談話線節目 談到醫療的相關話題的時候 他會出現 那他出現 大家就覺得說很有亮點 這些來賓 我們都看到很多 是從來賓開始慢慢的 突然間就被拔著起來 就是當主持人 所以後來被踢台看上 對 看上 而且他們那時候就是 他就開始跟這個台內的主播 這也是他們台內的一個 所謂的節目的一個組成的 一個風格 就是自己台內的主播 然後就是搭配了一個職人 他其實當然就是更增加節目的 所謂的專業性 所以他就這樣子一步一步的 慢慢的就是真的做起來 老實說電視台也夠大 所以那個背景 也夠大 可是他有一個很特別的地方 是大家有沒有發現 在幾年前開始大街小巷 包括你華開的臉書 因為現在都是那個網路式時代 你只要你只要曾經 比方說你點過什麼魚油 還是葉黃素 那個廣告就自動 他就follow你 因為他會知道說你需要這個東西 你有沒有發現 曾幾何時你的這個頁面 常常就會跳出江醫師的肖像 所以那時候他突然之間 因為他手上其實最高紀錄 我跟你講 大概這個資料講七支 我想可能不止 就同一時間他的廣告 是鋪天蓋地 你算的話 如果一支百五萬的話 你如果說十支就好了 一千五萬 千五萬 那是非常可觀的 而且最可怕的是像我們都在這個圈子裡面 其實很清楚就是說 有一個我覺得他打破了一個 很奇怪的一個障礙 什麼障礙就是說 你通常人家找代言人 很怕你混淆 混淆是什麼 你代言這麼多 其實這個其實對那個什麼廠商來講 他覺得這個一點都不加分 會混淆 我的請你代言 我自己自家商品會這個被煙埋 或者沒辦法凸顯 可是江坤俊 他是好像打破了這個建制 他是鋪天蓋地 全部是他 所以這時候其實換句話說 就是說你在這個過程當中 你承受的壓力 你作造出來的人設 你真的要必須要非常的去堅持住 可能要更好 因為大家都眼睛很大力 在檢視你 所以這次你說怎麼會不受影響 影響太大了 他說他有粉磚 老婆也有粉磚 老婆也有粉磚 在做團購 其實這個真的要講一下 因為現在其實有有很多 因為事發之後 有很多人說說法就說 哇那你老公的你怎麼不知道 你如果一句說他都有回來 感覺就是雲淡風輕 我必須要講就是說 他們其實夫妻來講 他老婆好像沒有事 錯 他們各自其實事業上 都非常的精彩 就我來講 其實我就我的瞭解 應該講說 在事發之前 在業界裡面 其實他老婆在所謂的自媒團購界 是一把數一數二 有夠厲害的厲害 他也不知道為什麼 可能也有他先生的這個光環 或者是他先生 因為專業醫師的一個背景 所以大家對他有相對的加成的信賴 所以他其實就我瞭解 廠商非常愛他 然後只要東西放到跟他合作 放到團購 他的團購的這個族群裡面 那個業績都是非常好 非常之好 所以你說是不是因為這樣 應該講說他先生這樣子 現在目前陷入困境 停止暫停演藝工作之後 他是不是應該要很努力的 因為大家發現說 你們家出這麼大的事情 你還是有更新 還是有在有新的商品上架 沒有啦 這是他的工作 所以我必須要講說 如果跳開這個 所以人家不要去想說 醫師娘都依附醫師 她是一個很厲害 自己有自己事業的一個女人 所以團購其實是很忙碌的 所以我覺得我客觀地講 他光是做客服 去了解這個商品的狀況 然後去經營這整個組織 他已經自顧不暇了 所以我覺得他對 第一個江坤俊 他的先生一定要有相對的信任 帶來他也沒辦法管那麼多 他自己都沒用不完 對 同樣是醫師 黃醫師 怎麼江醫師有辦法這樣子 串臉這麼壞 是 我們因為這個有生自檢討 不過我覺得 一日三省無聲 對啊 不過呼應剛剛這文婉姐就是說 我也去思考一下 就是江醫師為什麼能夠竄紅 黃佑嘉為什麼不能夠竄紅 我的觀察是這樣子啦 首先就是說醫師呢 在江醫師之前的話 可能大家看到男醫師 或者是女醫師的形象 在這個節目上講那種醫療問題 都是很端庄 很穩重 就是比如說我自己回顧 我當年第一次來上哇哇哇 其實也是講醫療相關的問題 大家都不敢相信 對不對 但是 你為什麼要自問自答 我們都很相信 因為我第一次來是真的是在講 白內障的問題 然後那一集我有存檔 在我自己的手機裡面 每一次我看到的時候都說 黃佑嘉講醫療的問題是這樣 就是說正常一般這個醫師 會基於他自己的醫療訓練 還有對自己的要求 當我們在講醫療問題的時候 不自覺非常有可能會跟民眾 產生一個距離感 比如舉例民眾聽不懂 或什麼樣 所以江坤俊醫師 他可以勝出是勝在 他本身因為他私底下 我看過他私底下 他就是一個很容易講笑話的人 有各種比喻 那所以這種在職場上 他本身的自己的屬性 拿到這個演藝圈 或者是拿到媒體上來 其實會很對大家的口味 所以第一個就是說 因為你在講那些醫療 沒有距離感 沒有距離感 你打開電視 不是我批評其他的醫生 我們其他的醫護人員 可能上了節目之後 也許你自己覺得要裝一個樣子 或者是你自己覺得說出來的話 就是這樣 如果民眾不了解 你要自己去想辦法 可是江坤俊醫師 他講的就是 如果我們醫療人員會覺得說 他為什麼這樣子舉例 可是對民眾來講 就會覺得特別是大媽級的 就是一些這個婆媽 就會覺得 這實在是聽得太懂了 雖然這個人很油膩 可是他講的話 我很喜歡 所以就會年 人家後來有減重 就會 他的油膩 不是在油紙上 我知道啦 我真的有減重 所以所以我覺得婆 我覺得完全瞭解 那婆媽的心情 因為我自己曾經 就是也去看他經常上的 那個醫師好辣 這個節目 因為人家 我因為人家有時候看到 我就會說 黃醫師我看過你 我在醫師好辣看過你 但事實上我從未上過這個節目 所以他這個節目 甚在就是說 好像所有的醫生 只要上那個節目 就可以變紅嗎 就是大家都知道 甚至說我們沒上過 只是因為有一點小小知名度 人家就覺得說 你應該是那個 所以這個節目 他很成功嘛 可是當這個醫療問題變得 被這樣的節目型態 形塑成沒有那麼難 沒有那麼複雜 似乎比較可以駕馭的時候 民眾的壓力感會頓時減輕 同樣的裡面所參與的醫生的權威感 會整個提高 黃醫師 抱歉 我要禁個工庫 待會兒再請稍後休息一下 請廣告